大家好 我是水英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生物方面 很诡异的一个故事 最近几年 大家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了不少质疑 毕竟大家每天都会听说 有一些物种又灭亡了 但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有新的物种诞生 这不禁就让人怀疑达尔文进化论里 尤其是物种大爆炸的存在 那么今天这个故事 我们就来讲一下一个新的物种的诞生 在最近的这几年 德国有一个生物学家叫Frank 他一直在研究一种 身长15厘米的小龙虾 这种小龙虾的样本非常好找 可以去宠物市场买 也可以直接就去湖边抓 每到晚上 你只要打开你的头灯走到浅滩 这些小龙虾就会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出来 顺着灯光在你的脚旁边来回游动 Frank表示 这种小龙虾到处都是 抓起来非常容易 他们曾经三个人 一个小时就抓了150多只 而且这还是只用手 没有其他任何工具 那为什么他们会对这种小龙虾 这么着迷呢 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小龙虾 25年前 地球上还完全不存在这种小龙虾的品种 这种大理石被纹的小龙虾 是最近20年才刚刚进化出来的新品种 而且这个品种 有点不一般 就在25年前 一个简单的基因变异 导致变异出了一只可以无限复制自己 无性繁殖的雌性小龙虾 更厉害的是 这只变异后的小龙虾 不但比一般的小龙虾体型要大 而且更具有攻击力和统治力 所以它不需要跟雄性交配 就可以直接缠卵 而且缠卵数量也远大于其他的龙虾 就这样 它跟它的后代就用这种方式 完成自我克龙 本来小龙虾就是水中一霸 这体型比一般的虾更大的一方霸主 通过自我克龙 自我产卵种方式进行繁衍 在25年来生产出了无数个自己 现在它的同类几乎可以统治 大半个欧洲的各种水域 那这种奇怪的物种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这种小龙虾叫做美洲龙文鳌虾 在德国被称为这个名字 字面的意思就叫做大理石文虾 1995年的时候 德国生物学家Frank博士 接到一个水生物爱好者的报告 这位水生物爱好者告诉他 自己在德国一个宠物市场 淘到了一支 有点像德州龙虾的淡水翱虾 这只虾长得有点奇特 体型尺寸比一般的翱虾大出不少 身上是大理石文一样的花纹 产的卵也出奇的多 一次就採一大窝 感觉像是一个没有见过的物种 想找他确认一下 Frank博士自己比对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这种敖虾的相关记载 只是觉得他的样子比较接近于一种 广泛分布于北美的龙门敖虾 尽管没有查到他的出身 这个水生物爱好者 还是把他的虾送了一部分给他的朋友 之后不久 这种奇特的大理石文敖虾 就开始在水生宠物圈流行起来 人们纷纷买回来养在家里面 然而这些买到这个大理石文敖虾的主人们 都不约而通地发现一个 让人无比迷惑的现象 我就买了一只小龙虾 这种虾无一例外 都是雌虾 那它居然都能生一堆蛋 而且这堆蛋还直接可以孵化出 另一窝小龙虾来 它们竟然可以不用跟公虾交配 直接产卵 并繁衍出下一代 繁衍出的这下一代 也清一色的全都是此虾 同样它们也可以不经过交配产卵 繁衍出下一代来 这一下子 这种虾就变成了水生物圈 一个神奇的物种 这件怪事就在宠物圈里 越传越广 直到2003年 这个在宠物圈里面发现的异常品种 引起了一部分科学家的注意 它们就对这种小龙虾进行了简单的研究 测序了一部分DNA的片段 觉得这种小龙虾和分布在北美的罗门翱虾 有些相似 但它们的研究也仅限于此 并没有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一直到10年以后 当生物学家决定彻底研究一下 这个被宠物圈传得神乎其神的物种的时候 它们才发现 情况已经有点不对了 这种大理石纹翱虾的繁殖速度 堪比星球大战科隆人战争里面的场景 Rank博士是这么形容的 很多爱好者只会买一只回来养 但一年之后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只 而由于它们繁殖的实在是太快了 这些爱好者们养不了 很多人就会把多余的都倒进周围的湖里 在自然环境中 大理石纹翱虾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呵护 生存能力无比强大 它们几乎什么都吃 腐烂的树叶 蜗牛 或者鱼卵 小鱼 昆虫 就是凭借着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和惊人的速度 它们从一个湖泊迁移到另外一个湖泊 从一条溪流扩张到另外一条溪流 除了数量上呈几何级数的疯狂增长 它们分布的地域也越来越广 从德国开始 过没几年 欧洲的捷克 匈牙利 科罗地亚 全都发现了大量的大理石纹翱的踪迹 之后是日本 甚至非洲的马达加斯加都有它的身影 为了彻底揭开这背后的秘密 Frank博士从欧洲的各个地方抓了16只这种小龙虾来进行研究 这个时候 他跟他的同事们决定 给这些小龙虾进行完整的基因组检测 希望能够从基因的角度来研究小龙虾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 结果这个基因测序的结果让科学家们大吃一惊 这16只从不同地方抓来的小龙虾 它们的基因居然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可以说 它们几乎就是从同一个母体中复制出来的 从基因层面上讲 它们就算是一只虾 所以它们推测 这种虾的出现 很可能是因为两种不同的龙纹熬虾交配导致变异而成的 科学家们勾勒出一个这种虾进行克龙繁殖能力的故事 也就是说某一天来自两个地区的两只龙纹熬虾交配后产生了后代 其中的一只虾因为自身的变异产生了异常的性细胞 变异的性细胞中竟然包含了两套染色体 大家都知道 大多数的有性繁殖的动物只有两组染色体 一组来自副本 一组来自母本 用人类来举例 来自副本的染色体是X或者Y 来自母本的就是X的染色体 而这只雌性的龙纹熬虾父母的其中一方 提供的性细胞因为变异 让这只虾的性细胞加入了第三套完整的染色体 就这样 这只生出来的雌性龙纹虾的细胞里便有了三套染色体 又因为某种神奇的原因 这只拥有三套染色体的小龙虾 并没有因为多余的DNA而导致畸形 而直接存活了下来 确切地说 它不但是存活了下来那么简单 它还有了额外的能力 它体型更大 产卵更多 而且可以在没有和雄性龙虾交配的情况下 直接产生大量的卵 而这些卵全能孕育出龙纹熬虾 并且这些子带也神奇地跟母亲一样全都是雌性 于是就这样 它们进行了无限量的无性繁殖 也是因为它们具有独特的三套染色体的记忆 所以如果它们跟其他的普通小龙虾交配 那么它们产生的卵就没有办法产生后代 于是乎 这只小龙虾所有的后代 和所有后代的后代 和所有后代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 它们都和母亲一模一样 它们就是在自我克隆 在去年 Frank博士经过长达五年的研究 正式宣布这种大理石纹熬虾 是一个独立的新品种 被命名为美洲龙纹熬虾 前两天 它们将这一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了出来 美洲龙纹熬虾现在是甲科钢动物里 唯一一个无性繁殖的品种 目前整个地球上这个品种所有的个体 都来自于25年前那一只变异的小龙虾 也都几乎等于就是那一只小龙虾 25年来 这只小龙虾以惊人的速度繁殖 竟然从一个个体繁殖出了上百万的自己 而让自己形成了一个新的物种 称霸了整个欧洲水域 想一想有没有觉得有点可怕 说到这儿我们不禁要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人类或者其他大型的动物 有一天也会因为这样的变异 形成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 雌性女性 到那个时候 广大宅男可能就不需要因为 结婚这件事情烦恼了 好了 今天的这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你订阅点赞收藏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说的 请在下方留言 我一定会回复你 这里是闲言水语 我是水英 我们下次见